穿著海灘褲 身體圖上增光油彩 參賽者神采奕奕的走上伸展台 與來自各地的健美選手同台較勁 大家隨著音樂變換知識 展現練習許久的線條跟肌肉 利於美十足 不一定要練到很大的肌肉才可以比賽 每個人都可以在舞台上展現自我 稍微有線條 練線條這樣 所以說把很多的這個變全民化 由綜華民國健美協會舉辦的 總統盃健美健身錦標賽季 IFBB國家選手選拔賽 今年移世到具有國際賽水準的 南港展覽館 展開為期兩天的賽程 一共吸引到350名的健美好手參賽 競爭相當激烈 我們也希望政府單位 能夠更投入更多的這些資源 然後更多的這樣子的一個 好的場地能夠讓 這些選手能夠比賽 不管做任何的運動都需要找教練 這個除了它能達到效果之外 還預防你會受傷 這是很重要的 近來健身的民眾越來越多 健身房也如雨後春選般的開設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理事長徐安靜 提醒健身初學者一定要找教練指導 動作才會確實 也能夠避免運動傷害 他也希望健身能夠成為全民運動 讓國人的體態越變越好 記得訪問的話 才能夠到 小朋友 導 您的 Male 嗎